秋天的阳光依然很烈 我从一个树影跳到另一个树影 不觉间眼前横着一条河 玉水阻路自然是沿河侧行或者返回 但如果进河发现有登船的墓地 远处有飘摇的孤舟 我想你也可能和我一样 一定想着到对岸去看一看 与您分享柯灵的文章 野渡 你可曾到过浙东的水村 那是一种水晶式的境界 村外照例傍着个明镜般的湖泊 一片烟波连着远天 跑进村子 广场上满张渔网 划船 大串列队板 驳在岸边 小河从容向全村各处流去 左右所回 彩带似的打着花结 把一个村子分成许多岛屿 如果爬到山上鸟看一下 恰想是甜甜的荷叶 这种地理形式 乡间有个荷叶地的专用名词 从这片叶到那片叶 往来交通 自非得接种桥梁了 单造了桥 等于在河叶上定了铁链 难免破坏风水 因此 满村架的都是活动的板桥 在较阔的河面 便利用船只过渡 渡头或在岸边山脚 或在平愁野岸 临近很少人家 冀州处 却总有一所古陋的小屋 临流独立 是柔渡 那必须路停 是瑶渡 那就许是船夫的住所 屋后骤镜时光 荣荣的河流 催眠式的低音浅唱 远处 见或有些鸡声 虫声 山脚边 忽传来一串梨歌 接着树林里 闪出一个人影 也许 也许带着包裹雨伞 挑一点竹笼担子 且行且歌 到路亭里把东西一放 就蹲在渡头 向水里捞起 系在船上的揉渡绳子 一把一把 将那魁星斗式的四方渡船 从对岸缓缓揉过 靠岸之后 从容取回物件 跳到船上 再拉着绳子 连船带人也向对岸 或者另一种百度所在 荒境之间 远远来了个外方行客 灌走江湖的人物 站到河边 扬起喉咙叫道 百度啊 四野悄然 把这声音 称出一点原始的寂寞 接着 对岸不久就发出炉声 一只小船 熠熠哑哑地摇过来了 摇渡船的 仿佛多是老人 白絮白发在水上来去 看来极其潇洒 使人想到秋江的白鹿 他们是从年轻时就做起 还是老去的英雄 便由江湖 破过命运的罗网 而终为时光所败北 所以不管晴雨风雪 中年来着河畔 为世人度饮的呢 有一个时期 我曾地势一个杜船老人的生活 而他却是极其冷漠的人 这老人有家 有比他年轻的妻 有儿子媳妇 全家就住在渡头的小庙里 生活虽未免简单 目镜似不算荒凉 但他除了为年月所课程的皱纹 脸上还永远挂着 岩霜似的寒意 他平时少在船上 总是到有人叫渡时才上船 平时绝少说话 有时来个村中少年 性情急躁 叫声高昂破促一点 下船时 就听得老人喃喃地责骂 老人生活所需 似乎由村中大祖祠堂所供给 所以村人过渡的照理不必花钱 有些每天必得从渡头往返的 便到年终结尾 筹写他一些米麦糕饼 客帮行脚小贩 却总不欠那份出门人的签和礼数 到岸时含笑谢过 还掏出一二童子 苍狼一声丢到船渡 然后挑起担子 摇着鼓走去 老人也不答话 看看这边无人过渡 便又寂寞地把船摇回去了 每天上午 是渡头最热闹的时候 太阳刚升起不久 照着脆色的山崖和远岸 岸上正散着阴暈的雾气 赶世的村人陆续结伴而来了 人多时俨然成为行列 让老人来来回回地将他们载向对岸 太阳将直时从世上回村 老人又需忙着把他们接回 一到五后 老人就大抵躲进小庙 或在庙前坐着 漠然吸他的汗烟 折人似的 许久望着远天和款款的流水 天晚了 西洋营里又有三五人影遗来 寂寞而空洞地叫道 百度呀 那大抵是从世上溜达了回来的闲人 到了船上 还辣辣地讲着小茶馆里听来的新闻 夹带着平常论断 讲到得意处 清脆的笑声便从水上飞起 但老人总是沉默着 咿呀呀地摇他的渡船 仿佛不愿意听见这些庸俗的诗诗 一般镀头的光景 总使我十分动心 到路亭闲坐一刻 岸边徘徊一阵 看看那点简单的人事 觉得总不缺乏值得咀嚼的地方 老人的沉默是我喜欢 而他的冷漠 却引起我的思索 其以为去来两岸的和尚生涯 未免过于拘束 虽令那一份杜隐世人的庄严的工作 也觉得对他过于屈辱了吗 沉船的人不是念着此案就是顾着彼岸 只有那摇鲁的人心不知所细 被沉船的吆喝声牵着两岸奔波 到更思念两岸以外的世界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我是潮雨 祝您晚安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